欢迎回到电视早餐 华硕呢在昨天晚上是举办尾牙 他们洗开五百五十桌 来体恤过去员工五千五百人 这一年来的辛劳 而他们的头奖呢是三辆的进口百万名车 并且还找来了五月天开场 短短三十分钟駭翻全场 接连快车掀起全场高潮 五月天三十分钟駭翻华硕尾牙 董事长施崇堂也一起同乐 五月天引爆全场五千五百人的热情 尾牙洗开五百五十桌 施崇堂强调2012年打了漂亮一战 体恤过去员工一年辛劳 尾牙会上开场华硕三巨头 就由施崇堂领军带领副董事长执行长 统统穿上帽子T恤 大跳嘻哈舞 最难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心里面数拍子的时候要微笑 尽管2012年电子产业不景气 面对国际大厂竞争 但肯定员工表现 尾牙大放送 头奖送出三辆进口轿车 施崇堂还承诺加薪 年终传出高达九个月 施崇堂四两拨千斤 就是不肯透露实际数字 期盼2013年电子产业再创高峰 中文新闻 陈建安 正业狼 黄树文 SNU小组 台北 前放不到